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师傅 电话开馈了 能再快点吗 坐在床边小河 你突然掉进我心中 擦着难过的人 那么多幸福 遥望的儿童 谁在身体的人 早已经有线索 喂 对不起 快乐轻而易烛 我说我想不明 机场马上就到了 算了吧 怎么回事 不吃得多 可以吃不吃 就吃得多 在这儿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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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人呢 我这些地方已经等你很久了 他要我把这个交给你 他说什么了 我忘了他说什么 不是这个事你不能跟我开玩笑 我没跟你开玩笑 让我想一想 他好像是说 把这个东西交给你 然后跟你说声谢谢你 替他做的决定 还有呢 没呢 他走了 走了 是我开车送他到机场的 我任务已经完成了 再见 那什么人呢 我以前事情我忘了告诉你 我现在 我说你能不能一口气把话都说完 你这什么态度啊 你这个态度我告诉你 我不说了 你们这些80后 一天到晚一大堆事情要麻烦我 我自己有很多事情我都没办 让我想一想 他的原话大概是这样的 就是把东西交给他之后 然后跟他说谢谢你替他做的决定 注意咯 这重点已经来了 注意听咯 看你的态度 如果你是笑一笑或是咳嗽的话 我就可以掉头走 后面的重点又来了 注意听咯 如果你的态度是沉默 发呆悲痛的话 就可以告诉你 下午六点在甜品店等他 他 谢谢 那什么燃的 什么燃 那 那什么燃的 搭车 莫 莫名其妙 您是徐先生吗 我是 以为小姐让我把这也电电了 庞七七呢 你蛮紧张的嘛 我问你 七七呢 别急 你到底想搞什么花样 我和你手上那个笔记本 不可能 是吗 我穿那个笔记本呢 是你这八年来 为了复求辛苦手机的 所以我给你一分钟的时间考虑 当然你也可以选择不给我 可是庞七七会不会好像书洋那样 突然之间就消失了呢 我警告你 你别碰他 徐总啊 游戏现在开始了 熊佳姐肯定是受到了联盟的某种威胁 所以要用笔记本来将功赎罪 现在七七在她手里 但是如果就这么交出笔记本 八年来所有的努力可能就白费了 如果我是熊佳姐 这时候我会怎么做啊 其实熊佳姐并不一定真的绑架了七七 她只需要想办法把七七支走 就可以利用我的慌乱 在这里虚张声势 徐总 我知道你现在心里一定在想 我是不是在摆空城计呢 说实话还真有这个可能 为了小姑娘就这样放弃这么多年的复仇计划 到底值不值得呢 或许七七真的在她手上 但我就算给出了笔记本 也很难保证 熊佳姐就会真的放了她 而且一旦失去了笔记本 想要彻底击垮联盟救 瑞士银行 战火名拉开 密码七八八八二九九 密码七八八八二九九 密码七八八八八二九九 知道吗 有些事情你永远都不会懂 清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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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然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啊 你看到我留给你的字条了吗 你让我去甜品店找你 我在甜品店门口 看到一个老爷爷被电动车撞了 我就想把他先送回去 所以就给你留了字条 你好 等一下六点钟左右 会有一位徐先生来这儿 麻烦你帮我把这儿转交给他 谢谢啊 谢谢啊 可是那个出租车司机他不认识路 让了一大圈才到这儿 装一转眼老爷爷他就不见了 我正到处找他的时候 就听到你在喊我名字 你怎么了 是发生什么事情了吗 什么都不重要 我只想告诉你 我爱你 这下子太不靠谱了 老迟到 没关系 等他就好了吗 冯露飞跟叶柔在那边 走 过去跟他们打招 尴尬死了 就当没看见 怎么那么巧啊 等人啊 还能有谁 微笑那不靠谱 我们先进去了 看他手 冯总 我们先进去吧 你咋来啊 我能来就不错了 走吧 你要忍十种颜色 大幕是什么颜色 十指呢 白色 白色 还有紫色 接着说 粉色 粉色不好看吧 什么颜色都好看 我说你们直接约见面就好了 何必一直讲电话呢 除了他还有谁啊 你是嫌电话钱太便 是不是 你在哪儿啊 我过来 是 来 你还没走啊 你还没走啊 老总不走 员工怎么敢走啊 我可没逼你加班 你可先走啊 你怎么不早说啊 你怎么不早说呀 不管了 下班休息了 工作上有人吗 那你看咱俩算嘛 如果我们俩算的话 就只有我们俩了 那他们也没加班啊 为什么不加班 你看都几点了 这才几点啊 离天亮还有好几个小时呢 疯了疯了疯了啊 疯了 这样吧 我付你双倍的加班费 你赔我 四倍也不加 八倍 十倍 没行 我求你了 不对了啊 老板怎么能开口求员工呢 我就是不知道下了班去哪儿 我给你回家 你等会儿啊 去我家行 但是你 你得给我二十倍加班费 三十倍 行 外家请吃饭 吃饭可以 但是我明天也得去 后天也得去 这个月啊 天天都去 那你还要合上我了是不是 那行 那看你这个月给我多少加班费 你这人怎么这么俗啊 我想别的办法吧 什么办法 要不这样 我这个大俗人给你量身打造一个套餐 包月的 走 去哪儿啊 我家 谢谢 这就是你家 应该说也是我家 没想到你这套餐内容也挺丰富的 那当然了 我告诉你啊 你要少待在办公室里头 太枯燥了 你要学武功 像这种地方要常来 我不想当电灯泡 我也是电灯泡 我们现在谁都不理谁了 那你这么晚把她约这儿来啊 真的 对不起 好啊 冯总好 你好 不是说谁都不理谁吗 你干什么啊 我冯总好 我冯总把你找来是有任务的 看从我 你平时还真的看不出来 她是个疯丫头啊 你也知道是怎么合适 所以盯紧应该来警察叔叔 我盯着她那你干吗 我是要去硬头的 我现在就要走了 拜拜 还有啊 你大老远帮我叫过来 就是为了这件事 怎么了 我给你听麻烦了吗 我是警察 我有我的任务 你一通电话说什么 有重大任务 叫我一定要过来 我请假过来 能不能尊重我的工作 我们人民群众 怎么敢不尊重你们的工作 那好吧 我不求你 什么态度 你什么态度啊 有话不能好好说吗 跟别恨惯了 真是难得啊 冯总 在这里遇到你 江总就是传说中的 夜店小王子 其实我不常泡夜店 不过我知道 懂得泡夜店的男人 就是成熟的男人 但老是泡在夜店里的男人 肯定不是什么好男人 先记得夸自己 成熟好男人 你喝很多了 这样喝会醉的 来 你能不能讲道理啊 蛮横跟不讲理理 全赞尽了 我请假过来陪你老板吃饭 这算什么道理啊 重点他不仅仅是我老板 他是我的朋友 也是你的朋友 他失恋了 爱情受挫了 他一个人想要喝酒 你就不能牺牲一下 那麻烦请我们的朋友 冯露飞跟他讲一下 我今天有应酬不陪他了 那如果你的指导员说 他想喝酒 你会这么跟他说吗 你能不能体谅我一下 好 我不麻烦 我道歉 我再也不麻烦 人呢 刚才还在喝酒呢 应该去上厕所 对 人要是找不到的 我肯定拿你吃 来 接着喝啊 很美 为了居然把自己造大成这样 值得吗 学人有什么好的 为什么每个人都要围着他绕 跟我们签约很爽吧 可以低头不见抬头见的 我怎么有一种中了圈套的感觉 怎么 破鬼了 那倒不是 不过你能来参加活动 表示你们老总那天没丢 是没丢 人家警察呢 看个人都看不出 谁叫有人勾引我 谁勾引你啊 你 没勾引我 这还差不多 不过你们老总那天到底怎么回事 说不见就不见 他就是被别人送回去了 至于是谁送的 不说 有这么好的事 要是哪天我喝醉了也不知道 会不会有人送我回家 这辈子 估计不可能 那我就等下辈子 有谁啊 你说呢 魏先生 我们已经准备好了 请您过去 好 钥匙我待会摔下来 记得把我送回你家 赔掉 赔 三下 赔赔赔 你就没有什么要和我说的 没有 你说什么了 刚说的我刚才不都已经说了吗 那你们俩算是正式的确立关系了 算是吧 我也不知道 什么叫算是啊 这不是你的事吗 好啦 先不要说我了好不好 你每天像蜜蜂一样这么紧盯着我 你自己的个人问题解决没有啊 我嘛 单身贵族嘛 我才不信呢 你不说我都能看得出来 现在啊秘密活动可多了 成天乐呵呵的也不再挖苦我了 绝对有问题 我什么时候挖苦你了 倒是我自己前一段时间苦得跟苦瓜一样 你真没找着吗 我真没有 要不你帮我介绍一个 谁 我才不跟你介绍呢 谁介绍给你谁就倒大没了 有你这么说话的吗 让你说话 你说让你说 好好好 笔记本我已经交出去了 希望能够多拖延点时间 但是联盟已经开始怀疑我 我都究竟别这样危险 那是你自己的事情 你这样贸然地跟我联系很多危险 我还要请告你一件事情 别再打唐琪琪的主意 你来了 不好意思啊 我迟到了 没关系 你选的这个地方很贵啊 虽然我现在是很有钱 可是我的钱还都只是数字啊 今天我是我的老板 所以这一顿我来请客 那我可得好好地敲诈你去 好嘴 可以吧 这么快点完了 他都点了点什么 他点了别东方和素菜色吧 这也太素了吧 他刚才不算了 是回来点的 好 好嘴 煎培根 雪鱼柳卷 好嘴 意大利亚骨刺肉眼 好些人食斑愉快 印度天多利盾小羊腿 请问你们一共几位用餐 就我们两位啊 已经很多了 那就先上这些 一会儿要是不够的话 我们再点 好的 汤老板 你点这么多菜 我们俩到明天都吃不完 那有什么关系 慢慢吃就好了 反正又不赶时间 你不会今天吃一半又要走了吧 反正是你买单 我要走就走了 没想到两位也在啊 原来江总也在 难怪我觉得今天吃饭的气氛 特别奇怪 这位女士啊 我们这里是会员制的 你看一下四周 你不觉得你这一身打扮 很破坏气氛吗 我今天也没有穿得跟江总一样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服务员 过来 先生 请问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你知道我们这里的规定 这里是会员制的 你看看这两位传主啊 我们这里是不接待的 先生 您知道的 有的时候呢 你怎么这么多废话 你叫什么名字 我要投诉你 你等着啊 你干什么 你们两个 等着失业吧 我现在有胃口了 我也是 谢谢 也不知道怎么了 今天江东突然让我买了 十件白成衣 那你问他呀 看他那样我可不敢问 对了 我告诉你一件事 虚然那天 带我去了一家特高级的顶层餐厅吃饭 不许惊讶 不许问我花了多少钱 也不许让我请你吃 今天风口挺快的 好吧 我不问 你说吧 可是在那边呢 我们碰到一个特讨厌的人 名字我就不说了 那边餐厅的人还没说什么呢 那个人就揪着我 说我没穿正装 说那儿是会员制的非得拉我出去 完全看不起人 不过结果 他自己把汤汁弄撒了 淋了一身 自讨没趣 真的 我骗你干什么呀 好吧 那个人是挺讨厌的 不过你可不可以告诉我 我要几个月工资才可以吃一顿呢 我还是不告诉你了 你自己去就知道了嘛 不过真的很好吃 有什么了不起的 我还减肥呢 江总 穿衣都买回来了 先摆着吧 有什么消息没有 没有 他就说他和许人在一家餐厅吃饭 遇到一个挺讨厌的人 除了这个就没有其他的事情呢 就这么点事啊 他怎么说 他没有说什么 他没有说什么你告诉我干什么 下午的报表呢 坐了没 我马上去坐 进来 你怎么来了 这个撒洛送给你 是在提醒我们加快速度吗 我们可是在按时间表的计划在推进 恐怕你们真得抓紧时间了 我们刚刚决定了 在潮人方案的同时 启用你们之前说过的另外一个方案 也就是徐然说的那个电视剧方案 拍一个能够体现青阳品牌精神的电视剧 而且要完全不同于以往 广告植入的电视剧 我们现在投入所有的时间和精力 再完成一个大家都认可的计划 你突然说再增加一个完全不同的方案 那我们之前所有努力 很有可能全部白费 所以我想亲自过来告诉你这个消息 做出这个决定 对你对我都不容易 那损失呢 你们承担 推翻一个大家都认可的计划 是要支付额外的费用的 江总 恐怕是由你们来付 我能负担的就是这个小礼物 我可以告你们违约 如果你告的话 你一分钱都拿不到 唯一可以挽回这种损失的方法呢 就是完成你的合约 这份合约值一个亿 这一个亿 决定了我可以在这里 蛮横不讲理地推翻一切重来 去拍一个青阳电视剧 能告诉我们为什么突然增加这个方案 我们现在宣传的效果你们不满意吗 满意 可是我们要的是非常满意 请进 江总 这是冯乐飞公司电视剧计划的复印件 你叫导演进来吧 好的 江总 好 坐 很多问题我们之前在电话当中 都已经讨论过了 这个是无懈可惜的计划书 你看一下 你想用也可以 我只有一个要求 就是快 我希望我们的电视剧 可以在他们拍完之前的一个月播出 只要资金到位的话 这个应该没问题 资金不会是问题 你放手去做吧 好 这次有点不太对劲啊 这次太不想江东的作风了 是啊 江东从来都不会这么轻易地通过一个提案 而且没有挑出任何毛病 直接同力启动 好 谢谢你可来见我了 一日夫妻百人嘛 你再凭我们免谈啊 你啊 你啊 还这样 求别人帮忙弄到好像别人在求你一样 给个机会让我贡献一下吧 说吧 什么事 帮我介绍个编剧 要靠谱的 编剧 你没有认识编剧干吗 你说呢 电影还有电视剧 电视剧 我看出来了 你就是想转个圈当我贾方 终于把手伸进影视圈了 是吧 让你找编剧就找编剧哪儿来那么多话呢 行 什么类型的 什么意思 什么类型的戏 谍战 生活 苦勤还是古装 好像都不是 那你得想清楚了 还有 别管什么编剧都有些怪毛病 这是他们创造习惯 人家试完空手 刀到屋中生有不容易 你得允许他们有些怪毛病 你说的我还要跟一群高危人群打交道似的 高危人群 以前和我在在一起怎么没这么听你说过 那是因为你不知道 真的吗 对 男朋友 男朋友 吃醋了 你 下车改天找你 下车啊 下车啊 下车 都看到什么了 都受多大委屈似的 你为什么不接电话 我刚刚在开会 在车上开会 我也想 我平时对你使性子耍脾气 但我从来都没有怀疑过你 我也请你不要怀疑我 我可以不跟你计较 我可以不跟你计较 但请你好之为止 这也是著名编剧 萧氏 萧邦的萧 诗情画意的诗 没想到萧编剧也喜欢织甜品 我是这部戏的制片人 居然 我们非常重视这个项目 所以邀请您飞行 投资方都这么说 那你们的资金到位了吗 我们的资金没有问题 两周之内给我们一个故事大纲 两天之内 应急打我卡上 好 放心 萧老师就这样 但人特别靠谱 他的戏路只有宽 比较适合你们这样 刚开始拍戏的甲方 万一不行的话 我再给找其他编剧 谢谢你 怎么听起来那么客气 怪别扭的 对了 那天你男朋友没生气吧 他没事 其实男人就这样 我已经警告过你 喂 你听我说 你放手 我知道跟你没关系 我就教训他 你教训他就得你教训我 你教训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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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就分手 分手 你教训他 你教训他 子üst 你教个姓 你教训他 每回都给他 男的儿子 拥放他 行传我 所放她的 我可是为了你好 不就是个烂警察吗 除了身体好有什么用啊 滚 嗯 你放手 我要你不要管我 你听到没有 你放手啊 你要我跟你说多少遍 叶柔和张大宇只是工作关系 不是你想象的那样 你何必呢 我要你放手 想喝酒是吗 我陪你喝 喂 喂 好 我马上到 喂 喂 对不起 对不起 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听透 请稍后在 都两个星期了 手机永远不在服务区 坐机又欠费 哥们儿 你帮我查一个人的住址 他叫肖师 我没跟你开玩笑 肖邦的肖 事情花意的事 三十五岁左右 你现在就查 我电话不挂 肖师 开门 我知道你在里面 我知道你在里面 肖师 为什么不开门啊 思考呢 肖大编剧 请问你什么时候可以交稿 你们非要破门而入 把我的灵感都吹散在风中了 谬似女神抛弃了我 你别跟我说这些没用的 没灵感是吧 我把我们四个人的故事告诉你 你就写我们四个 不就是青春武相局吗 有这么难写吗 你说得这么简单 自己为什么不写 笑话 我会写我花钱请你干嘛 少跟我提钱 你们这些有钱人 以为花两个钱 就能给自己树碑立赚 你那些破事 能叫戏吗 你知道什么叫戏吗 一群文艺青年 看两本外国小说 就觉得自己懂创作 对我指手画脚 把创作冲动 当成的创作才华 我告诉你们 我提供给你们的每一个字 都是我的灵魂体验 你们是在花钱买别人的灵魂 懂吗 想要灵魂 就得学会等 否则你们只能买到垃圾 明白吗 其实我觉得她讲得挺有道理的 要不然写你自己的故事吧 给力 靠谱 我又不是专业的编剧 我怎么会写 再说了 我也没时间 创作的时候你不用来工作 你的工作我要顶 我看就这么定了 好 到底什么事你非得来这里找我 我想跟你借个地方 你怎么了 我们的编剧罢工了 我要替他找点灵感 非得来派出所找灵感 在哪儿写我都坐不住 到你这儿来 有一个人能看着我 好 那你需要手铐吗 那你让我怎么写 那铐脚 好 抽你 你到底觉得怎么样啊 没有阅读快感 文笔是垃圾 但是故事我喜欢 这材料我拿走 你们很快会收到剧本 你别以为你弄出了这段垃圾 就说明你懂戏了 其实你们的生活都是大粪 是垃圾 只有我们 才能用这些垃圾 养出美丽的花 我是大粪 我 这一小银行 我给你这么说 是我的 有一个一小银行 我就想拍了 一��子 还有问你的 是时候 走到叫做 再买楼子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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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